大家好,我是蔡律师,我们在新闻民律师事务所 我们这个视频的题目是 2024年谈从中国到美国提交S85 跳过排期限制的问题 我们知道过去几个月 美国国务院移民局公布的排期 这个绿卡等待时间有了相当的变化 排期有较大幅度的前进 等待时间减少,这个都是好的消息 那么如果申请人人在中国呢 像这样的情况还是挺多的 那你要是在中国等移民签证 你需要一直等到表演一大碗 然后呢才能拿到移民签证 过后到美国取得绿卡 那有一些人还是希望尽快能够到美国 能够开始下一段的事业发展或者家庭团聚 那怎么办呢 我们知道一个办法呢 你可以先用比如说非移民签证 比如B签证B2 等等 入境美国过一段时间提交绿卡 这个是允许的 可以的 那么现在疫情过去 中美之间航班比过去 也要容易一些 所以呢抵达美国本身是可以的 可是有的人会担心说 我用B签证到美国 我能交485吗 如果说我过了几个月 排期还没排到 我本来是预期排期快排到了 我先到美国来 那么等了几个月 我的签证身份要过期了 这个怎么办呢 我们在这里来讨论一下 首先呢我们写过有的文章 在美国攻略网站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每本每高留学指南 上面都有 讲到用B2签证入境美国 然后提交S85的问题 大家可以参考 那么一般来说 我们知道如果你用B签证 或者F签证啊等等啊 这样的飞行运签证 就是入境美国超过90天 然后再提到S85 这个就是可以的 就不会有所谓 Visa fraud等等的问题 另一方面呢 如果我们知道 这个入境美国用B签证啊 一般给你的移民手的时间 是6个月 对吧 有的人为了交485 还有的人为了陪孩子上学 对吧 比如孩子在美国读高中 读大学 父母希望能陪伴 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 一个呢 当然是在美国用B2 也可以延期 过去很多人 用疫情的理由延期 现在疫情虽然过去了 但是呢 你B2延期一次两次 还是可以的 只要有充分的合理的机会 这个我们此前呢 也讲过一些 这方面的视频 对吧 你要有相应的证据 比如中国的联系 在美国延期的目的 旅行的相应的规划等等 所以呢 疫签证可以延期 另外呢 可以转F签证 我们知道呢 现在疫情过后呢 美国政府看起来 希望更多的推广教育产业 所以这样呢 我境内转F签证 原来要容易 当然境外办案 也有可能 以前更容易一些 那在美国境内呢 比如说你提交2539申请 B2转F1 转成学生签证身份 可以用加速证明 Premium Process 这样呢 民营局会在短时间内 就处理这个申请 不用等很久 另外呢 批准率也比原来要高 那还有呢 你这个B2延期和转F1 也可以同时办理 我们为有的客户 提交过这样的申请 他的B2延期和转F1的申请 二者都批准 然后我们也有一些客户 可能不是传统的一些项目 比如说他读的是神学院 有的也是用中文授课的 还有的人读的是语言学校 然后或者Community College 或者不那么有名的学校 那我们看到呢 现在在美国境内 转这些学校的入读 读F1 也比过去要容易批准 那么还有一些人 人家已经交了移民申请 比如说他已经有140提交 获得批准了 有其他类型的移民申请 自己提交过了 在美国境内 办B2延期或者转F1 也是有可能的 也并不说就不能办理 也不能批准了 我们有若干的这样的客户 也就顺利取得了批准 那像这样呢 你转了F1签证 你就可以较长时间待在美国 孩子呢 如果说还小 读中小学 他用F2签证 可以免费在美国 读公立的中小学 然后呢 用F签证 读书期间 你可以继续等待 等几个月 可能排期就排到了 然后提交485以后呢 就不需要别的签证身份 就可以合法待在美国 哪怕表也还要过一段时间 排到 或者你的485过一段时间 才能处理得到批准 那也没有关系 我们知道呢 你提交了485以后 这个不需要别的签证身份 就很合法待在美国 然后呢 还有机会 用EAB在美国工作 然后用我的 VANCEPRO国际人情 这样呢 可以回忆卡 其实区别 一定会太大 关于485的更多的问题 以及准F1的问题 也可以参见 我们此前的文章和视频 好 有更多的问题 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